一顆顆綠油油的紋蛋 散發濃濃果香 臺南紋蛋遠近馳名 如今也持續搶攻國際市場 2 1 7 7 國 臺南市長黃偉哲打擊大股 21號出席紋蛋外銷記者會 同時公布將外銷加拿大一共7公噸 再過三個禮拜左右 就能夠在當地吃到臺灣優質鮮果 農民也相當開心 今年紋蛋生產期間 因為氣候穩定 採收前雨水豐沛 讓果肉更加飽滿多汁 品質相當穩定 而北美通路商 每年也選購臺南紋蛋 作為外銷首選 可見臺南紋蛋的品質 已經受到國外銷費者青睞 未來也將持續拓展海外市場 那今年除了日本加拿大之外 我們有這個可以進入到新加坡市場 那新加坡已經有大概兩三個貨櫃 先打亞洲杯 那到加拿大是打這個美洲杯 接下來就要打世界杯 市府表示臺南紋蛋今年產量約為 兩萬四千七百公噸 佔全台百分之三十五 而除了加拿大市場 目前也著手規劃和新加坡新通路接洽 並保持長期合作關係 期盼以互動銷售方式 讓台南紋蛋在國際間發光發熱 華視新聞劉漢生 台南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在國際上 既然尤其媒體 作品製機 按讚